主席 請部長 我在請教你們這個最新QDR的內容之前 首先我要表達一個不滿 就是我認為你在近來的 數次的針對本委員會的委員 蔡黃朗委員的質詢的過程當中 態度非常的輕浮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態度 委員認為我這個態度不好 我利用這個機會 部長你如果私下跟他一來一往怎麼樣 我都沒有意見 這是你們兩個的事情 可是今天我們是在國會殿堂上面 蔡委員再跟你詢問 再跟你請教 這些也未必是無關很嚴肅的 重大國防政策的議題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非常輕浮的態度 委員覺得不舒服 我願意向他道歉 那我希望這個部長能夠去跟蔡委員去做一個處理 因為我覺得本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在請教國防相關的問題 你既然站在備詢台上面 我也希望你是用最嚴肅的態度 來回應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也想回應的問題是跟我們今天這個專業有關的問題 對但是我還是要講 有點扯一些跟這種今天沒有關係的問題 但是今天蔡黃朗委員他所跟你請教的問題 其實也是跟國防有關的 包括你的QD2裡面 都提出了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台灣國內的一個安全 行事我們面對非常大的挑戰 就是跟我們的募兵制度有關 跟我們現在的兵員有關 跟我們募兵制的推行有關 那今天蔡委員就這個問題 來跟你請教我們第一家庭的成員 如果能夠投入我們的募兵的行列 如果能夠從軍報國的話 他整個激勵士氣的效應 這個不是無關我們國防專業的問題 再說別的國家你看現在英國的皇家之子 哈利王子雖然爭議不斷 但是他現在是在第一線 在阿富汗在開Apache戰鬥機的 美國過去這一百年 有13位總統的兒子 或者是他的sun and love 或者是他的女婿 過去一百年來就有13位總統的兒子 或者是女婿上戰場 甚至有的是戰死殺場的 在別的國家這是一種榮耀 想想看如果對我們的部隊來講 有總統的兒子總統的女婿 跟我們一樣受苦 跟我們一樣並肩作戰 跟我們一樣接受辛苦的訓練 在烈日之下 甚至願意上前線去作戰去打仗 這個對士氣的激勵 對我們整個募兵制度 難道沒有完全沒有意義嗎 所以部長你用這樣的態度 來回應前面幾位委員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就法論法嘛 今天這問題他有沒有逃避兵役 沒有逃避 他今天問你的是這樣子 會不會有激勵士氣的效果嗎 那第二個 這個也不是完全跟國安無關啊 我們最近發生了很多案子 包括部長你的愛將 我們的吳前處長大家很熟悉的 我們在座所有的軍人 為了保家衛國 我們的親人 跟中國往來言行舉止 我們為了要保密防碟 我們需要接受非常非常嚴苛的考驗 他的親人 他的家人的所作所為 我們都需要被調查 我們都需要被檢驗 可是今天我們的三軍統帥的家人 他在香港在我們的敵區 現在對台灣威脅最大的來源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所統治之下的香港 我們難道沒有任何的危安考量嗎 他難道不需要跟我們所有的國軍一樣 接受一樣的標準的檢驗嗎 對自己的親人的言行舉止 對自己家屬的言行舉止 我們難道都不必 進行保密防碟的查核跟考驗嗎 今天你完全的迴避問題 你也許不敢得罪你的長官馬英九總統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這不只是一個私領域的問題 今天第一家庭的成員 不只是有政治上道德倫理 更有對國家責任跟義務 甚至應該要跟所有的國軍 你要面對一樣的標準的查核跟考驗 部長你不能迴避這個問題 我們是法治國家,就法論法 對 既然我們所有的接觸到機密等級一定層級以上的人 都需要被這樣子的檢驗 都需要這樣子面臨調查 那既然依法論法 總統的家人也不能免除於法律之外 部長你的愛將都在接受調查啦 因為他的親人 總統的小孩,總統的女婿 也不能免於這樣子的一個法律之外 國軍的將領都是我的愛將 沒有什麼特別愛將 他如果有問題就要接受他的調查嘛 這並不是別人調查 所以我們主動調查的 那既然部長有這樣的一個原則 我們所有的國軍都一樣的標準 我們的親人,我們的家人 也都如果有問題我們就要調查 就要檢驗 以這樣子的一個標準 我們三軍統帥的家人也是一定要符合這樣的一個標準的規格啦 這是根據檢調單位 他的親人有問題我們才調查 那他的親人根本就住在這個匪區啊 根本就住在中國解放軍所進駐的住在地啊 你難道沒有必要用一樣的標準來檢視嗎 今天我還要跟你問你們 你們保密防碟的機制是不是要做檢討 我看到部長你是有意要做檢討要強化的 既然要強化我們當然我們依法論法 依法就法 既然別的國家的兒子女婿 一樣要從軍 一樣有激勵士氣的效果 既然別的國家的這個軍隊 甚至我國的我們在座所有的每一個國軍 我們都要接受一樣的檢驗 總統之子總統的女婿也不例外啦 現在部長我要跟你請問今天的QDR的部分 首先我是覺得比較難問 因為你們顯然印得這麼精緻這麼精美的一本 這個早就準備好了 上個禮拜就一直在跟你們要 你們到禮拜一才願意提供給我 我們前天還在修正 不是完全訂稿 前天還在修正 是有些錯誌有些有問題的 好啦 內容很多啦 我們也不是一時之間這樣短短的時間 能夠全部問得完 但是我跟你請教一些比較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呢 當然以前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部長你也記得 我們那時候有出國家安全報告 我還為了我們國家安全報告 那個時候的邱毅人秘書長 請我義務不收費的幫他們 就英文的翻譯版本去做修訂 害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閉關 也沒有拿一分薪水 就幫他們做整個英文版的修訂 那個時候是一百多頁 將近兩百頁的一個版本啊 那你們現在是七十幾頁 越來越短 我希望這個不是因為你們認為 我們國家安全面臨的各種面向 但不只是國防 不只是軍事的威脅 我們有各個領域的 包括你們自己報告裡面提出的 其他心理戰輿論戰政治層面的威脅所存在 但是我們的 連你們上次2009年的版本 之前的版本 我們今天的版本是越來越短 越來越少 內容越來越少 那其中呢 我也關心的 是有關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 在2009年你們提到這個是馬英九 所宣示要走的方向跟政策 但是你們同時也提到很多 為什麼現在時機條件不成熟的原因 大篇幅的去analyze 有關軍事互信機制建立的問題 但是現在你們卻一段話帶過 那我們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我近來看到也讓我再一次的難過 就是由我們的退役將領 到香港去跟人家發表言論 又主張兩岸在CBM的範疇裡面 要共同的處理釣魚台的問題 又再混淆國際視聽 違反我們現有的政策 那我們對軍事互信機制的現在的政策是什麼 你們上次已經說時機不成熟了 你現在一直強調兩岸已經和解了 甚至還開始用一些政治語言 九二共識等等的政治語言了 那我們現在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實並沒有改變 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我在問你軍事互信機制 你CBM你現在到底 你到底要推不要推 還是你想要推但是覺得條件還不對 你現在到底你的立場跟態度是什麼 你不要一直迴避問題 沒有迴避 當初在黃金十年的時候提出這個和平協定的這個題目出來的時候 就造成就發現我們國內的民意還沒有獲得共識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直接進入軍事互信機制 目前的條件並沒有成熟 而且對方又提出來相關的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所以部長我有沒有聽錯 你是把CBM軍事的互信機制跟和平協議這樣子的一個議題是等同於 你覺得他們的敏感性跟國內接受度是一樣的 所以現階段沒有辦法接受嗎 這個應該比那個和平協定更敏感才對 更敏感 所以你覺得現在時機是更不成熟 所以他提出來了這個軍事安全 那我希望你們明確的就這個事情來做一個澄清 因為我們顯然有我們很多的退役將領 他搞不清楚狀況 還在做這樣子違背現行政策的主張 兩岸要共同去用軍事的角度去處理釣魚台的問題 那麼另外要可以請教 因為我們在這個你們的第三十三頁裡面已經開始對我們這個一部分的我們的空軍的攔截 我們的空軍的戰鬥能力戰鬥能量的不足 當然這個是我們長期想要取得F16CD但是也一直沒有進展 所以你們現在是以你們現在的方向是不是要開始去做自行的研發 行務員報告 我們今天所有武器獲得採購啊 主要是我們自己不能夠自製 這裡面所講的有一部分是自我研發的 有一些這個下一代的戰機各方面目前我想我們國內的各方面條件 今天已經有媒體報導說我們要針對第三代的戰鬥機喔 開始在進行自製跟國造自行的研發 那是媒體的錯誤 那麼也有之前針對潛艦的問題 那不管是潛艦還是戰鬥機 我們有一些關鍵的技術還是要從國外取得 我們有沒有開始就潛艦跟戰鬥機的技術取得的問題 如果是整個成品無法採購的情形之下 就部分技術的取得來做自製的這樣的一個 跟美方探尋願不願意做技術輸出的可能 有沒有開始在做 我想我們一直都有接觸這些 在這些沒有突破之前 今天我們所做的只是一些評估 那美方的態度是什麼 美方願意就這些關鍵技術 如果我們用自製的角度去處理的話 包括潛艦也好 第三代的戰鬥機也好 這些關鍵的技術美方願意輸出嗎 美方的態度是什麼 並沒有獲得肯定的這個答案 所以你們已經提出了 但是目前還沒有獲得肯定的答案 基本上這些問題上次上個會期 這個台船也提到一些 潛艦的這一個構建的能量 但是我們有沒有正式跟美方提出需求 有沒有提過 有一些問題在 基本在武器採購方面 有些有談過 像比方說我們過去的 不管是UH1H好 或者是IDF 就是獲得了一些技術的轉移輸出 我們才能獲得嘛 所以部長你能不能澄清一下 也就是說美方 還沒有就我們提出的需求做回應 還是美方是已經回應了而拒絕我們 到底是哪一項 還沒有回應 還沒有回應 所以我們還在繼續的爭取中 但是這是一個alternative的方向 就要採購成品跟自行研發 不管是潛艦也好 我們的戰機也好 這是另外一個alternative 你們同時平行在進行當中 是不是這樣 是這樣子 謝謝委員給我這個機會